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谭松韵的首部仙侠剧《逍遥刚官宣》引起了广泛关注 电视剧《逍遥》是由徐济州指导 谭松韵与侯明浩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单看创作团队以及出演人员阵容 还是让人很期待的 谭松韵一直以来都以其清新自然的演技 甜美可人的形象 深受广大影视观喜爱 以前谭松韵出演的大多是都市职场精英剧 她在剧中的表现一直都很出色 而她这次转型出演古装仙侠剧 无疑是对她演技的一次挑战 逍遥主要讲述了邻族的邻居红业与人族的公主 明安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男女主相识相爱准备成婚时 红叶却在婚礼现场被背叛丧命 时间过了百年 红叶的元神被意外唤醒 遇到了与宁安样貌相同 但性格迥异的女子逍遥 她拥有半龄半人的血脉 为了查出逍遥和自己前世今生的真相 红叶与逍遥一起踏上了寻找上古神器 昆仑境的旅程 从逍遥官宣的海报来看 谭松韵的女主造型十分为美 看起来仙气十足 有种让人眼前一亮感觉 男主侯明浩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男演员 他在之前的作品中也同样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和颜值 这次侯明浩能和谭松韵一起搭档出演 逍遥的男女主还是让人很期待的 他们将在剧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又将会有怎样的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除了演员阵容 逍遥的制作团队也备受关注 徐济周导演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备受好评 由他来指导逍遥 相信他会为观众带来一场奇幻的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总之 谭松韵首部古装仙侠奇幻剧《逍遥》的官宣 是让人充满了期待的 相信在谭松韵 侯明浩等优秀演员的演绎下 这部剧一定会成为一部优秀的奇幻之作 谭松韵是近年来观众人最好的女演员之一 从配角起步 慢慢走到了主角的她 多年来出演了许多高质量的作品 你知道谭松韵演过什么电视剧吗 那么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了 谭松韵十大经典电视剧 排名不分先后 比如有 最好的我们 旋风少女 以家人之名 锦衣之下 甄嬛传 大当家等作品 谭松韵给人的感觉是积极向上 阳光可爱 温柔亲切 的形象 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电影 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 她总是尽力演绎好每一个角色 并且以真诚和热情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观众 她的演技充满灵气和感染力 让人看了之后会不自觉地被吸引 戏数谭松韵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一 最好的我们 2016 该剧根据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意外进入振华高中的普通学生耿耿 和学霸于怀成为了同桌 他们共同成长 经历分离又重逢的一系列故事 是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也是从这部剧 谭松韵开始真正意义上走红 她在剧中饰演耿耿 从初中以来就成绩普通的女生 她乐观大放 热心体贴 她执着于摄影 总是随身带着相机 因缘季会考进振华中学后 在同桌于怀的影响下积极认真学习 并凭借该剧获得 2017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奖 以及2017首届中国银川互联网电影节 最佳互联网网络电影女主角奖 2 旋风少女 2015 该剧根据明小溪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一群为了梦想坚持奋斗 公平竞争 相互勉励的青春少年男女 带着友情和爱情 走向一段别样历程的故事 该剧可以说是美女帅哥会脆 演员包括胡冰青 杨阳 陈祥 白静婷 赵媛媛 吴磊 蒋依依 张雪莹等等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古灵精怪惹人爱的范晓莹 她天生乐天派 古灵精怪 却对朋友意气十足 一直喜欢若白并高调追求 但在发现若白和白草之间的情愫后 主动退出 没想到何一峰假戏真作 成为打打闹闹的一对欢喜冤家 谭松韵还凭借这一角色 获得了第二十二届华顶奖中国百强电视剧 最佳新锐演员奖 三 锦衣之下 2019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六扇门小捕快原惊夏 出身于市井 活泼开朗 有不少小缺点 天性爱才但也恪守取之有道的原则 身为六扇门第一女捕快 擅长追踪术 业务能力过硬 有先人后己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心胸 她是下人的孙女 也是杨成万的徒弟 古灵精怪 其很有破案的能力 因为一桩案件 于锦衣卫路易结下了不解之缘 谭松韵还凭借这一角色 获得第29届华丁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 四 以家人之名 2020 该剧讲述了三个原生家庭有缺失的孩子 组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家庭 兄妹三人在成长中彼此扶持 逐渐治愈了内心的伤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成为了更好的人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古灵精怪的木雕师李尖尖 天性乐观的小侠女 脑回路异常的怪咖 拥有艺术家的敏感天赋 共情能力强 因为从小跟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打闹着一起长大 有点不像个女生 对爱情这件事也有点迷糊 谭松韵凭借这一角色 她提名了精英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奖和白玉兰奖 最佳女主角 获得了影视榜样2020年度总评榜人气女主角 五 向风而行 2022 该剧改编自木青鱼所著小说 云过天空你过心 讲述了陆州航空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和飞行员成肖 共同经历冲击与考验 一路披荆斩棘 相扶成长 携手助梦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成肖 女飞行员 从货机转客机的新手机长 此有洒脱 个性突出 从最初进入公司客运部自以为是武断强势 到作为学员在澳洲培训阶段 表现出精湛的飞行技术 跟国外学员PK 骨子里要强 不服输 再到为了乘客安全 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 最终他穿上四道杠的机长制服 找到一名飞行员的初心 谭松韵凭借这一角色 他提名了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胜典年度突破男女演员 六请教我总监2022 该剧根据作家红酒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从小到大梦想成为投资人的匿蒙英差阳错 成为总裁秘书 与能力极强 脾气火爆的霸总上司陆济明斗智斗勇 最终携手逐梦 并肩搞事业的故事 该剧用幽默诙谐的叙事手法 为观众描绘出了一幅生动有趣的青春职场白景图 谭松韵在剧中扮演宁蒙 受父亲创业的影响 宁蒙又晓得心里怀揣着成为投资人的梦想 希望帮助更多有理想的创业者 踏了观象上 善于学习且任性服强 不断成长有自我追求的职业女性 7.景欣四语 2021 该剧改编自知之小说 庶女攻略 讲述了明朝中期 永庭侯大将军徐令仪和庶女十一娘先婚后爱 携手成长的励志爱情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扮演庶女罗十一娘 虽地为卑微却极有主见 认为女子眼光不应局限于内宅格局 嫁给徐令仪后 她用乐观积极的心态 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依靠努力收获许佳上下的信任 重新执掌中溃 8.归路 2023 该剧根据莫宝非宝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投资总监归晓十年后重逢排报特警陆言臣 两人破镜重圆 找回忠诚和信仰的归途之路的故事 谭松韵在剧中扮演归晓 她乐观幽默 亲善随和 在工作上雷厉风行 善于察言观色 情商高 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 知事故而不事故 面对爱人 又有柔软可爱的一面 对待感情 学生时代和鲁言臣 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 之后因为两人都不成熟而分手 自此难以忘情 索性不再谈恋爱 专心学业和事业 那么以上几部剧你看过几部呢 你觉得谭松韵的演技如何呢 好 好 感谢观看